好的主播 南韓在春節連休之後 疫情可說是大爆發 透過圖表 我們可以看到 在短短一個星期之內 南韓的單日新增確診 從2萬多例 上升到今天新增了 54122例 這是南韓從疫情爆發以來 第一次單日確診突破5萬大關 而且專家預估 下個月初單日確診 恐怕還會達到36萬例 為了盡可能維持校園開放 南韓教育部將派出 多達7萬人的緊急應對小組 到校園打清宵 其實除了南韓以外 日本疫情也很不樂觀 連續兩天催診破9萬 逼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將延長13個都縣的準緊急狀態 除此之外日本還計劃在東京和大阪增加 約1000張病床來因應住院人數急診的問題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狀況的主播喔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それでは